变电箱单位都已经危险了 都已经过了一年 吴老板还心有余悸 当初因为人为纵火 导致变电箱起火差一点丢了性命 想到这个致命的变电箱 到现在还紧邻住家二楼窗口 如果今天这个地震如果再大一点的话 搞不好垮下来 那我们这边又很凄惨 有了之前变电箱起火的阴影 这次420地震 让变电箱公安隐忧再度浮上台面 其实全台共有7365座变电箱 有646座架设在塔柱上 其余6719座就位于人行道闹区 甚至学校旁 这7000多个变电箱 只要没好好管理 都像是不定时炸弹 那变电箱只是那三步路而言 摆在平面的就怕车子 一不小心撞上引发爆炸 就算装在后巷挡住防火巷也是问题 架高上二楼还怕失火延烧 更别提地震摇晃内部 主要还是因为地震以后可能晃动 晃动以后可能是内部 有些零件因为这样而故障 台电强调这次因为地震失火是首例 但仔细看看 多数变电箱不仅与民宅距离 不满建筑法规的1.5公尺 内部也不具备防震结构 欠差危机 橡胶型的一些隔阵电都可以做 而且在每个电路中 就一定要有一个防火的设备 变电箱不可或缺 却同时是最危险卫爆弹 该加强防撞技术 以及落实变电箱周遭1.5公尺 不得有建筑物 才能还给民众住的安全的权利 既有张折入李沛选新北市冲不倒